这里有两颗钻石 左边这颗是在地里经过上百万年才形成的天然钻石 而右边这颗是用机械设备 只花了三四天合成的人造钻石 这两种钻石有什么区别 怎样才能合成一颗高品质的人造钻石 钻石又叫金刚石 和铅笔芯的主要成分石墨一样 都由碳原子组成 但结构的差异却让石墨在末世印度等级中 只排在最低的一级 钻石则位于最高的十级 碳原子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的结构 关键在于压力和温度 从这张碳线图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 碳原子会变成石墨、钻石、液体等各种形态 其中G帕是压强单位 1G帕相当于一只十吨的非洲象 踩在你小脚趾上的力量 这个区间就是天然钻石的形成条件 在地下100到300公里 约4.5到6G帕 1000到1500摄氏度的环境下 碳原素经过两三百万年的挤压 汇聚才形成钻石 最后由火山活动带到地表 因此只要根据碳像图 人为的创造相应的压力和温度条件 就能合成出钻石 最简单粗暴的是爆炸法 把含碳原子的TNT和烘爆压力非常高的RDX 两种炸药混合 在钢制后壁灌体中引爆 产生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30G帕的超高压 TNT中的一部分碳原子 就会聚合成5到15纳米大小的钻石 称为金刚石粉 金刚石粉无法直接用作珠宝 但可以通过高压高温法制造大颗粒钻石 这是一台六面点压机 由三轴护成90度的六个顶锤 以及里面用于合成钻石的生长舱组成 生长舱外面是叶辣石 可以很好的传导压力 里面主要分两层 上层是金刚石粉 下层是金属触煤 一般为镍铁 起催化作用 加快钻石合成速度 底部有一块不到一毫米的天然或人造钻石作为金种 启动时 屏锤向内挤压提供5到6G帕的高压 通过导电使碳加热棒升温 让生长舱的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 并在上下营造一个20到50摄氏度的温度差 此时 金属触煤将融融 金刚石粉则会溶解到金属触煤中 变成油离的碳原子 且高温区的碳原子浓度会比低温区高 为了达到浓度平衡 高温区的碳原子就会向低温区扩散 不断沉淀到金种上 经过一周就能收获一颗约5毫米的合成钻石 除了六面顶压机 还有两面以及分球式顶压机可用于合成钻石 钻石的大小可以用科拉衡量 1克拉等于0.2克 传统高压高温法合成的钻石 科拉数较小 而且金属触煤会在钻石内留有残渣 机器内极少量的氮元素还会混入钻石中 让钻石呈现黄色 根据钻石的4C标准 这种钻石通常处于中低端 甚至只能作为工业用途 拿来制造钻头 刀具 磨盘等 相比之下 化学气象沉淀法可以大幅改善这些缺陷 这种方法同样需要精种 经过机械抛光 钻处理等方式处理掉表面杂质后 放在只有十分之一大吸压的真空室中 注入甲烷气体和氢气 通过微波等方式加热到800到1000摄氏度 此时 甲烷会分解出碳原子 形成等离子体 降落在底部的精肿上 沉淀结晶 能以每小时0.006毫米的速度生长 不出两天 就会获得一颗周围包裹着石墨的钻石 这种方法合成的钻石 能达到高级天然钻石的颜色和纯净度 克拉数也更高 2017年 德国奥克斯堡大学 合成出了一块直径92毫米 155克拉的钻石 合成钻石也是货成架石的钻石 成分结构与天然钻石完全相同 两者只能通过非常特殊的方式区分 比如在阴极发光以下 前者的生长纹理成几何状 而后者成环带状 从2006年开始 GIA等珠宝机构开始提供鉴定服务 并发放证书 主要为了防止商家用价格较低的合成钻石 冒充天然钻石销售 2017年 合成钻石的平均售价只比天然钻石便宜10%到20% 一年之后 这个差距已经拉开到30%到40% 而这个差距将越来越大 因为中国人来了 中国的工业级合成钻石年产量 占世界份额90%以上 而且集中于河南省的三家公司 一域金刚石为例 除了传统的工业级金刚石 每年制造的无色保湿剂钻石 可达200到300万克拉 论技术实力 中国每年1000万克拉的钻石进口量 完全可以由河南一省来生产 不过 就看你愿不愿意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